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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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詹順貴律師特別有這樣的一個表示 這樣的一個破壞環境署環保署 那當然他要送來的任何相關的法律修正案 還是說相關的信息者的修正部分 只要送到衛環委員會來 我想我跟田委員絕對不以備查 這個是我們可以來努力的方向 我一直覺得很納悶說 國防實話過後應該 違政者應該要更慎重的 對環境保護的這樣的一個態度 要更積極 然後要更具體的來回應這些環保團體才對 顯然我們看不出來他們有任何改進的空間 有進步的空間 所以簡單講 環保署罪名又多增加一條 就是破壞環境的罪名又多增加一條 然後這個犯罪者又是環保署 這個省老大 省四孔 所以我覺得如果用這樣的一個心態 我想不是只有各地的水庫 未來我們雲林縣也有一個古山水庫 那顯然 我們要讓當地的居民快速來位於籌謀 因為這樣的一個環境保護署 也不再讓我們有所期待的環境保護 所以我今天來這邊跟各位來開車記者會表達我最大的一個抗議 然後我們會再 再為何我會把這樣的一個案不予備查 謝謝 我們在一個很小的島上面 那這個我們是一個非常脆弱的生態系 那這個是去年 我們的經濟部水利署給我的資料 正式的官方給國會議員的資料 上面還有經濟部的網 講得非常的清楚 經過前年的風災 在莫拉克風災之後 我們的正文水庫的這個去水量只剩下37% 烏山頭水庫只剩下48.8% 那那個明德水庫剩下41.5%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相信經過去年的颱風 那這個去水量一定又更少了 那這個我還記得經濟部長 水利署長跟我說過 說一個莫拉克風災 帶進正文水庫的那些預計量 是他們原間估計20年 才會達到的預計量 那我們的地址是非常的脆弱 這一張是我坐直升機 去到那個石門水庫的上游去空拍 這是自然崩塌 自然崩塌 然後我們國家花了成千上萬的金錢 百萬千萬的錢 在下面做梳子吧 想要擋住這些根本就像玩具一樣 那事實上今天這個是那個颱風 梅基颱風之後 對不起 桃茲颱風之後的水門水庫 那這就是那個原水濁度太高嘛 弄到這個停水很多天 然後我們的這個新途科學園區 岌岌可危 那這個是德基水庫 在那個米都立颱風之後 你看算上少一下多少 所以我們集水區的保護 對我們而言是真的是第一要緊 那今天環保署要修改放寬 這個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的 泄墨及這個範圍認定的標準 我們覺得其其為不可 因為你沒有把它變得更嚴格 就已經不對了 你還要把它放寬 讓道路工程踩砂石 特別是道路工程 我們都知道道路工程 在這些山坡地 事實上造成環狀剝皮的效果 這問題是非常非常的嚴重 那我們這個 雖然有水土保持法 我們水土保持法 民國83年通過 但是我跟大家講 水土保持法第16條有一個就是 要把這些化為特定水土保持區 其中第一個就是水庫及水區 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的水利署委託了成大 做了這些特定水土保持區的範圍 到現在不敢公告 我為了這個事情 曾經質詢過吳登義院長 他說如果法律有規定 就應該公告 結果呢 陳武雄竟然 陳武雄主委 回了一個文給我說 經過莫拉克風災之後 我們的水土保持更加的完善 所以呢 不需要公告特定水土保持區 這我覺得我們的政府 不知道是哪根筋不對 還是根本就頭腦整個就不對 從上到下都出這麼嚴重的問題 那其實剛剛老師都已經談到 就是有關於集水區 它的一個環境影響評估 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 那其實我現在要來做 做其他一點的補充 就是我覺得環保署不曉得 因為最近一些重大的開發案 那其實我們環保署長 在他的帶領之下 我們的環評越來越沒有人相信 他的公信率越來越差 然後導致大家對於國家法令 對環評法令的一些不信任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下 身為我們最高的一個環保的主管機關 其實理論上 他應該要力圖振作 強化人民對於環境影響評估的信心 但是我們現在的情況呢 我們現在的情況卻是 我們環保署長 他大概沒有辦法忍受財團的壓力 沒有辦法忍受政府的壓力 所以乾脆自費武功 這個也不要做 那個也不要做 那我們是認為 如果說我們的環保署 真的是以這種態度來回避 來犧牲環境 來回避這些政治壓力的話 我認為他應該要來思考一下 及早的離開這個位置 及早的離開這個位置 不要再思慰素餐 然後讓我們的環境 當成一個陪葬品 謝謝 其實今天環保署會做這件事情 大家非常生氣 但是也不會太意外 因為環保署 沈士宏 他一路走來就是在摧毀台灣的環評制度 在之前 中科三期的環評被法院判決無效之後 他就登廣告跟法院對幹 那接下來他就乾脆直接去修改環評法第14條 那國民黨在立法院就有委員 持續的幫他配合 每次就一直提 一直提 一直被封殺 一直提 提環評法第14條修正案 要讓這個被法院判決無效的環評 能夠在環保署的手上殭屍復活 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那接下來他要繼續要做環評的實行細則的修正 他要讓大多數的環評 不用進入第二階段的實質環評 在今天我們又看到 他要在因實施環評的細則的認定標準裡面 又要讓更多的環評 根本連環評都不用評 讓更多開發案連評都不用評 這個背後的目的就是要把整個環評制度完全摧毀 那最後他還會未來他我可以預言 他未來還要再提環評法修正案 把整個環評的否決權整個拿掉 我們看他最近的發言 都已經在為這個取消環評否決權在做鋪路了 那還沒有取消否決權之前 他就讓環評法這個大刀 越來越頓越來越頓 這個不能砍那裡不能砍 設下很多的限制 我們無法想像這樣的人居然還在這個位置上 如果明年的一月 我們國家的行政院的組織改造之後 成立環境資源部 這樣子的去當環境資源部的部長 台灣一定馬上崩潰 他現在就已經不應該坐在環保署的這個位置上 來談到這個環保署智慧武功的部分 那不只是這樣就是說我們的這個署長 他真的是不曉得是環保署的署長還是經濟部的這個環保局 那麼有關於環境影響評估的部分 不只是這個部分而已 那麼在三月就都因為中科三四期的這個問題發生以後 他就在三月二十四日 就又公佈了這個環境影響評估第十九條的這個第四十八條的修正 就是說在我們的環評法裡面規定就是說 第一次的環評過了以後 如果有重大的影響的時候 就應該進入第二期的環評 那這個重大的影響是哪些 他原來有八點 這個八點裡面包括就是說 對保育類或珍貴的這個動物的棲息生存有不利的影響 或者是說對於當地的這個環境或是環境的影響 有當地的環境能夠包含的這個能力 或者是說對於這個人民的遷徙權益或少數民族的生活 有顯著不利的影響等等的總共八點 他後來就把這個這個八點就把它改掉 改成九九個 就是說以後要不要進入第二階環評 是用九種重大的這個開發計畫來分類 那這個開發計畫來分類 有一種就是屬於園區開發者 那這些開發者是包括科學園區 煉油工業、石化工業 這些要做第二期這個環境評估的 要面積、新建面積超過1000公頃的 才需要做第二次的這個環評 那請問這個環境的面積 而不是這個計畫的內容 哪一個會對環境有比較大的影響 是面積嗎?面積對環境的影響有什麼重大?什麼影響? 一定是這個計畫的內容 那他現在用1000公頃 那中科三期是112公頃 中科四期是600多公頃 怎麼樣都低於1000公頃 所以以後這個園區的開發幾乎全部不用進入二期的這個環評 那當然道路的開發也是一樣 道路的開發如果是屬於高速公路或快速公路 新建長度高超過50公里的才要做 台灣的這個東西巷大概是100公里 南北巷大概400公里 它要超過50公里 也就是說你要超過台灣這個面積的 這個四分之一的這種高速公路 才要做環評欸 而不是說這個公路你會穿越過一個環境敏感區或是什麼 就是說這樣來做評估 所以呢以後呢就幾乎這九大類的 他分了這個九大類的這個計畫 在他的這個實際細則的修改之下 那大概都以後呢二期的這個環境影響評估都不用做了 所以他這一次的這個修法 事實上再替這些科學園區再解套 那當然這個三月四公告以後 遇公告以後我們就 我就去質詢 把他罵了一對以後他說他現在要開三次的公聽會 中南北東開 中北南這樣開公聽會 所以他還是還沒有放棄喔 我希望我們大家要密切的來注意這事情的發展 謝謝 對到現在的這支水區的這個環境部應該要注意啦 尤其是在我的環境館 這個黑山水庫起了的時候 我們知道說到這個這個 現在的這個沈水家 已經直接就兩千萬日本公囚的這個三種 如果我們這三種無法處理的時候 我相信講 將來這個黑山水庫的生命 可能差不多剩二十多年而已 再來就看到說中北所有的這個 這支水區裡面 一些水質圓的利用已經都很充滿 你看現在中北地區已經缺水了 包括我這次 中北已經沒有要帶很多東西 但是大陸我們就要繼續去 所以我感覺說 一些這些翻譯的事情 應該要做一個精配的這個考量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水患治理監督聯盟的 一眼水地區的召集人徐產娟 那我們最關心的就是 台灣的水資源的問題 那我們知道翡翠水庫 它可以供應包括台北市 還有支援台北線 將近有四百萬人口的水源 那目前我們八八風災之後 我們可以很深切的體認到 如果你的水源保護區 不好好保護的話 其實就會跟我們 所看到的這幾張空照圖一樣 台灣的山林已經完全崩潰 那我們看到這個修法的時候 我們實在是真的非常的驚訝 為什麼 原因 環保署可能是在為 特定某些後續的一些廠商 特別是工廠 在開後門 這個黑手到底是誰 然後第二 環保署署長 能夠做出這件事情 真的是讓我們非常驚訝 環保署應該是環境保護署 它現在幾乎已經變成了 是經濟部底下的 不曉得什麼什麼東西 那乾脆去進選經濟部長好了 如果馬英九說 在經濟跟環境當中選一的話 應該是環境優先的話 如果馬英九我在這裡呼籲 你是講真的話 請你檢驗沈士宏他的行為 如果他真的不是任的話 我們環保團體呼籲 趕快下台 如果他將來是環境資源部的主管的話 我們絕對會有更大的抗爭 謝謝 剛才禪間提到我才再補充一下 台北市很重要的一個飲用水的兩個宴 一個是清潭宴一個是直潭宴 這兩個宴的話 依現在的法令來講的話 如果說他把它修為二級水庫 他目前要把清潭宴跟直潭宴 列為二級水庫 所以說未來台北市的那個 飲用水水源勘率 謝謝 我們可以說 全台灣的水源區都完蛋了 那水源區就是提供水庫的用水 那可以在水源區附近 都可以蓋工廠 都可以開路 都可以採沙石 那國土安全 我們認為這個層級應該 上升是國家安全 整個國家安全 包括用水安全 都已經要拉嚴重的緊繞 新聞給總統府 給罵總統 讓他知道這個事情 這個是非常嚴重 好 謝謝 我們記者會就到這裡 我們來察 carts 我們要手持有這些東西 我們心裡可以把這裡 都可以雷晃 我們的家 那邊 辨祕 我們來拍照 我們來拍照 好